今天是2001年7月3日农历的5月13日 待会儿我们将在这里目睹阿尔巴斯草原上 隆重的乌仁都西敖包祭典 相传这里是承西斯汗打造兵器的地方 蒙语意为巧真子 这里呢位于厄尔多斯高原的西部 同时也是享誉世界的纤维钻石阿尔巴斯山羊绒的产地 每年一度的乌仁都西敖包祭典 是草原上蒙汉各族人民相聚一堂 祈求风调雨顺草原兴旺的盛会 整个祭典活动体现了厄尔多斯蒙古族人民 古老传统的风俗民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告别了乌仁都西敖包 我们又来到了厄托克草原上的阿尔寨石窟 据蒙古秘史记载 这里是成吉思汗第六次进攻西夏时 在阿尔巴斯狩猎坠马受伤后养伤辽鸡的地方 也是与西夏作战的前沿队 成吉思汗在这里策划了灭西夏的军事打击 去阿尔寨石窟不远的地方 有一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凹形石盘湾 在这里数不清的井口新罗旗部 它就是厄托斯高原独一无二 享有圣鸣的古酒群 俗称白岩井 这神奇的白岩井 相传是由成吉思汗的兵器巨匠 遥乐达尔玛所凿钻 至今仍井水充足 供当地酿酒和牧民人畜饮用 这里是厄托克草原上的 波勒沙温泉旅游度假村 去厄托克其岐阜有30公里 它是集草原 泉水 娱乐 南与澡盘基地等多种景观 为一体的旅游景点 大家看到的这个筒状的旁人大物 就是我国99年11月20日 发射的神州一号火箭残骸 它按照预定的程序 坠落在厄托克草原上 现在它被安放在这里 供游人们观赏 光浪和尚温泉的水量特别大 其中有一眼每小时 用水量是200多吨 水温常年能够保持在33.5度 经水质化验分析 这里的矿泉水 还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是一营两用的中温矿泉水 洗完爽身的温泉浴 我们有驱车来到厄托克奇西南的茶布苏木 这儿有吸引中外学者游客的恐龙足迹化石区 和探寻考究文物古迹 蒙古族历史文化的苏木博物馆 渐渐珍贵的展品 让您感悟到历史沉淀的博后 马背民族的沧桑和传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就是位于古长城脚下 黄河边上的鄂尔多斯高原 南端的第一门 走进这座古门 就是闻名蒙闪明地区的 鄂尔多斯文化旅游村 这里距银川有86公里 距厄托克前级祁府 熬勒朝旗镇时50公里 如果您来到这里 不仅可以领略到 马背民族的传奇和豪迈 而且呢 在草原第一包 您可以品尝最纯香的美酒 欣赏美好 纵轻的鄂尔多斯蒙古民族歌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 沃尔多斯最南端的 长川江南休闲度假观光区 这里四同巴达的公路 将它与厄托克前级祁府 敖勒朝旗镇和陕西明夏连接在一起 在这里 浑厚壮观的北方勾穿地貌 与水回田绕的南方水乡景色相得一张 若身临其境 让你不用远行 即可享受江南的历景和风景 你要是来自南方的游客 便如同梦回故乡 可一解思乡之情 位于成川镇一公里处 吴定河畔的幽州古城遗址 是唐宋年间 长城内外比较著名的城市 登上残留的古城墙 您会品味苍凉悲壮的历史 感慨今日之富足休闲